有人说了,您都是储君了,还招几个屁啊 这老皇上一嗝屁,您不就是新皇上了吗? 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昨儿咱们聊的是,这康熙皇帝在康熙十四年初立太子的时候 就已经埋下了日后九子夺狄的祸根 显然啊,在这康熙朝的初期立太子啊,是个很不合时宜的事 可是康熙皇帝啊,没听那套,立排众议啊,还是把这太子立了 并且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啊,这康熙皇帝是重点培养太子印人 那么这青少年时期的皇太子,是不是按照康熙皇帝培养的方向成长呢? 哎,当然是了,您瞧啊,在这青史稿当中就是这样记载的 太子通满汉文字,贤骑舍,从上行性,刚勇斐然 既然这太子印人这么好啊,老皇上那当然是惯着了 惯着惯着呀,他就惯不出人模样来了 这太子印人啊,性格暴躁 开始啊,还只表现在啊,对宫里的小太监小宫女非打计骂上 再后来啊,还动手打起兄弟来了 这太子爷呀,曾经一脚把这四二个从台阶子上就踹下去了 导致这四二个印针呢,一下子就晕死过去了 哎,您老说这个雍正啊,他气量小,度量小 您看没有,这雍正皇帝登了几野后 也没颠不颠吧,跑到贤安宫,把这废太子踹一顿 给年轻的自个儿报个仇是啥的吗 打了兄弟还不算,这太子爷脾气上来呀 连老师都打,在这上书房啊 太子有位师父叫徐元梦 不知道怎么着呀,就得罪太子印人了 这太子就令人仗责腾,结果呢,把这徐元梦啊都打到水里去了 打到水里还不算完,捞上来接着打 那这事儿康熙皇帝知道不知道 不但知道,而且看见了 您猜怎么着,这老皇上啊,没管 惯着,您就惯着吧 这能惯出好来吗这个 说来这太子脾气不好啊,跟风魔症似的,他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做的呀,他是越做越没底气 康熙皇帝呀,看来是个善于培养孩子的人 出太子之外的各个皇子呢,在父亲的教养下呀,也是非常的到位 这个人能力呀,是一个赛一个的强 就这样啊,给太子爷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有人说了,您都是储君了,还招几个屁呀 这老皇上一嗝屁,您不就是新皇上了吗 不对呀,他越是这样啊,这太子就越怕没有人支持 咱们前文书不是交代了吗 抛开太子个人的原因不说 就光老皇帝立他为太子这一件事吧 就得罪了满朝的大臣 您别说啊,还真有一类大臣 他是力挺太子,支持太子的 这帮人是什么人啊,外戚啊 对喽,就是这皇太子应上啊,姥姥家的人 也就是这孝城仁皇后的娘家人 谁啊,索额图啊,索额图,正皇旗满洲 是康熙初年辅政大臣索尼的第三个儿子 哈气,这官做的大了啊 人家是又有军功,又有本事 而且啊,还是外戚 说句通俗易懂的话吧 这官啊,做到极品 在大清国啊,不能再大了 领事为内大臣 宝和殿的大学士啊 这宝和殿大学士什么意思 宝和殿大学士啊 是大学士里边的不能再大的大学士了 这大到什么程度啊 乃至后来啊,到了这乾隆年间 最后一任宝和殿大学士 傅恒死了之后 这清朝啊,就再没立过 宝和殿大学士这个直车 他们认为后来的人啊,没有人配得上了 这索老三呢,正是现在赫舍里家族的掌门人 印仁的叔老爷,太子党的当家人 对于这太子党这事啊,那皇上肯定是不允许 但是在最初呢,这康熙皇帝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说君子不党,皇子不能接党 但是随着这太子的成长,身边总要有一干人等 为这太子也保驾护航啊 那总不能做了天子之后,这身边连个晋臣都没有不是 可是呢,随着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啊 这康熙皇帝对太子啊,是越来越失望 那都是什么事啊? 哎,就是咱们前边小篇啊,一级一级提到的那些事件 您要是有兴趣啊,可以倒倒前边挨篇的翻翻 您就比如说吧,什么节流蒙古贡品 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大臣林普 敲诈勒索下属 在亲情上呢,对兄弟们非常的暴虐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差点一脚踢死四阿个 对爸爸呢,又缺乏孝道 看见生病中的爸爸呀,没有流露出任何难过之情 太子还贪财敛财 把这手啊,伸向了他能管辖道的各个衙门口 不但如此,老皇还发现太子爷要背后扶持党羽 他不方便干的事啊,都令他这些党羽去干 这老皇一看说,优贺,你小子行啊 这事看我不死恨得慌,要分我的权呢 这康熙皇帝的原话啊,是这么说的 欲分镇微饼,以资其行事也 压垮着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啊 就是仗殿夜景事件 这康熙皇帝干脆就把这太子种种的不轨行为啊 与谋逆联系在了一起 得,康熙47年,这皇太子应仍第一次被废 那肯定的讲啊,就是康熙老皇帝对这个儿子已经失望透顶了 聊到这儿啊,咱们还不能一步就把康熙47年以后 太子一二次被废这件事情卖过去 因为啊,就在废太子的前后 这帮皇子可把眼睛瞪大漏 他们呀,在这里边闻出了腥味,看出了机会 这九子夺迪的序幕啊,算是拉开了 有的皇子啊,看出事来比较早 有的呢,比较晚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太子不得胜券了 都是皇阿玛的儿子 我们自然就有了机会 当然,这第一轮的夺迪战下来啊 就有被淘汰的了 谁呀,就是这大哥印之 还有这个倒霉的皇太子应仍 再有一个就是八个印四 这废太子字是不用说了 这大哥印之呢,不知道脑子里啊 是犯了哪门的邪金了 他见自己啊,不收胜券,夺迪不成 于是呢,他便保举八个 并且跟皇上老子说呀 您要是觉着这个印仁太碍事 我就替您把他弄死得了 免得您啊,在史书上啊 担一个杀儿子的恶名 没过几天呀,这三个印旨 又跟这老皇上那举报 说这大哥呀,在背地里 偷摸的掩阵太子 康熙皇上一听啊,说行 那干脆就给他找个好出路吧 于是啊,就让内务府 把大哥他们家呀,改吧改吧 改成了监狱 把印之消绝革职 就圈进到他自己的家里了 这一关呢,就关到了雍正年 一直关到死 那么这康熙皇帝 他意识到在立太子和废太子 这件事情上 他自己也犯下的错误了吗 这会儿还没有 多会儿有啊 一会儿就有了 什么时候啊 一废太子之后 康熙皇帝呀,让文武群臣 在二个当中啊,公选储君 这一下子 康熙皇帝是真傻了眼了 在推选之前啊 这康熙皇帝还交代给了群臣 说这八个印寺 和老大呀 他们两个沆瀬一气 曾经谋害过废太子应仁 并且这老八的生母啊 是良妃 新者库建籍出身 所以啊 他不适合做太子 可是呢 这文武群臣呢 咱们上级不说了吗 因为自身利益的原因 根本啊 就没听着老皇上哼哼 还是把自己手里的票啊 都投到了老八的头上 皇上一看呢 不行 这太子啊 看样子 是不能让你们公推 还得啊 我一个人拿主意 那么这老皇上选谁 当这个皇位的接班人呢 还得是印人 为什么呀 因为啊 老皇上觉得这印人啊 前一阵子神志不清 犯神经病 对自己不好 对兄弟不好 对大臣不好 发现他这些错事啊 很可能就是因为啊 有人眼镇他 一下子脑子进水了 办了错事了 既然找病根了 咱有病治病呗 是不是 那肯定能好啊 再者了 这做了三十年储君的皇太子 应仁 都不能服众 换了另外一个人 那非得是人脑袋 打出狗脑子来 即便是权宜之计啊 也得复立应仁为太子 所以啊 这康熙又没和别人商量 就把这老二的又重新赴了位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狗肉不上席 烂泥不上墙 这硬仍啊 扶不起的阿斗 最后在康熙五十一年 是彻底被废 关进了咸安宫去反省读书 哎 这一辈子是再也没出来 咱们呀 在这分析一下这个费力太子的风波 太子第一次被废呀 我觉得这老皇上啊 他冲动了 第一次应仁被废呀 只是这老皇帝和太子之间的 积怨太深 一次爆发是属于冲动的表现 这第二次立太子啊 那是老皇上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康熙皇帝惊奇的发现 这满朝的文武 因为一个年轻的阿哥 和自己竟成了对立面 所以啊 他复立应仁 让这些朝臣和这些阿哥们 都冷静冷静 平复一下心情 朕得让你们这帮臣公 知道知道 这天下呀 是谁说了算 总之啊 我觉得啊 这二四立太子啊 老皇上对应仁 并没抱太大希望 那么这老皇上 在二非太子之后 是怎么看待这些皇子 在中皇子夺嫡这件事情上 有犯没犯下 更多的错误呢 敬请期待 这九子夺嫡 大结局就在明天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能和我留言互动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明儿见